热信十二今日关注 2015-2016年度全国青年文明号名单公布 江西干州授予计划青年之声助学刑 400名贫困学生受益 湖南流氧致命婚姻 他说他在2012年的时候将自己的妻子杀死了 这么多年我们就一直在找他 说这个人的朋友自首 各位钟好 这里是正代直播的热线十二 我是曹东 来看今天的热线快报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了 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行政执法程序规定 凝聚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许可运行监督检查 法律责任等 并将各类新闻媒体纳入管理范畴 这一规定将从6月1号开始实施 那今天呢 是五四青年节 为了引导广大青年树立良好的精神观念 共青团中央在全国开展创建青年文明号的活动 那近日获得2015到2016年度的全国青年文明号的青年集体正式出炉 我们栏目热线十二 作为中央电视台唯一入选的青年集体 也获得了这项荣誉 自1994年起 共青团中央在全国开展了创建青年文明号活动 旨在组织和引导青年树立 敬业 协作 创优 奉献的精神观念 表彰创造一流工作业绩的青年集体 青年岗位和青年工程 2016年3月17日 作为中央电视台唯一入选的青年集体 热线十二栏目荣获殊荣 各位中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正在直播的热线十二 我是潮东 热线十二栏目是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推出的一档大型公益服务类直播节目 侧重法律援助与社会救助并行的差异化传播 团队平均年龄三十一周岁 是一个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青年集体 自二零一一年开播以来 栏目形成了严谨向上 友爱合作的核心团队文化 坚持创新创优 推出了许多精品节目 自二零一三年起 热线十二栏目承办大型工业宣传活动 CCTV慈善之夜 该活动以致敬中国慈善进行者 关怀中国慈善受助者 引领中国慈善发展方向 构建中国慈善文化为主题 充分发挥央视自身传播力和影响力 梳理中国慈善年度新气象 凝聚社会各界力量 共同推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 本届CCTV慈善之夜 精准扶贫资金投放的总额 截至目前 CCTV慈善之夜 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 相继推选出了 三十位CCTV年度慈善人物 为弘扬社会道德 促进社会和解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体现精准扶贫成果 树立了慈善人物的标杆 得到了国家部委公益慈善组织 媒体及社会大众的一致好评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通过 2016年9月5号 是我国首个中华慈善日 热线12栏目 积极践行慈善法 策划推出了 善行中国中华慈善日 大型直播节目 此次直播内容覆盖了 河北平山 江西南昌 贵州安顺 陕西沿川 宁夏吴中 广东清源等地区 全景市展现了各地公益慈善项目 开展情况 传播了人人可慈善的精神理念 此外 热线12栏目还相继推出了 626国际禁读日 大型直播特别节目 亮剑 赶赴禁读第一线 聚焦禁读最前沿 策划推出 暖春行动 援引一个梦想 春节特别节目 为最美的人圆梦 为最美的梦助力 6年的风风雨雨 6年的始至前行 热线12栏目 坚定地走在 法治中国宣传报道的最基层 深入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最前沿 逐渐成长为一个 有温度 有情怀的青年集体 荣誉只属于过去 我们一定会再接再厉 做有温度的故事的报道者 有情怀的媒体守望者 有担当的舆论引导者 好 来看下一条新闻 在前不久 授予计划青年之声 精准扶贫助学行动 在江西干州启动 本次活动将帮助 400多名贫困的学生 完成学业 为进一步推进 罗霄山片区区域发展与脱贫任务 团中央青年之声 综合服务办公室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等单位 联合在江西干州 开展了本次授予计划 青年之声精准扶贫助学行动 助学活动走进江西的干州 这实际上是我们前期 举行的一个家庭 圆一个梦想助学活动的第二站 本次行动将帮扶 400名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其中资助200名初中毕业的贫困学生 接受职业教育和提供后续的就业支持 为200名中小学生提供助学金 活动得到了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的大力支持 江西之外可能还有几站 我们这一次的整个系列活动 我们计划是发起发动到 更多三星人士赞助1000位学生 干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干州市第11中学成为授予计划项目学校 现场接受了项目学校排便 在这个最小苗最需要浇水的时候 我们向这种授予计划来给它浇水 给它培土 让它走人生正确的道路 实现它的真正的人生的梦想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 干南等原中央苏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由于种种原因 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与全国总体水平存在差距 2012年国务院发布 关于支持干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 要求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为振兴区域发展培养优质人才 此次公益行动以意见为指导 旨在为干州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 为推动当地职业教育助力 在这次的助学行动中 记者发现 有一所学校和以往的授予计划所帮扶的学校 真的有一些区别 那这里的学生不单单只是贫困 他们还有一些特别的经历 我叫张文 今年刚满16岁 我8岁的时候 以前也就是家里穷 那个时候受到一些同学的挑拨 然后就会去偷邻居家的东西 后来就到那个学校就越偷越大了 转到中心小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一些算是外面上的人 然后会跟他们去网吧 去飙车什么的 然后后来越闹越大 就搞得去偷盗 去查手机店 然后我就给他们看分 我就被刷就开出手了 大概有30次才送到这里 刚刚来是我父亲通过乡政府介绍 然后就是他送我来这里 其实我是被我妈放到爷爷家的 当时我爷爷可能误解的意思 就将我妈抛弃了我 以前我就是恨我爸妈 现在我就感觉我父母都好可怜 然后我想我也应该试着去理解我父母 当时的心态 这应该也算是社会 大家社会生不有几 这里是赣州市第十一中学 教学楼市原江西二堂厂的厂房 2013年我国废制劳教制度后 一批有劣迹的少年学生流散于社会 给地区治安带来很大压力 如何找到一条既能填补 轻微违法犯罪青少年管理空白 又可保障青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权利的途径 成为当地政法部门的 当务之际 所以当时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这个事情 经多次研究就决定成立 我们赣州市第十一中学 建校三年来 我们一共遭受了一千零六十七名学生 其中有七百二十多名学生 得到了比较好的一个矫正 十一中里除了大多像张文这样的学生外 还有一个班级比较特殊 新生班 这个班里有三十名学生 有些故意伤害 有的甚至抢劫啊 甚至有过那个故意杀人的 这一类的这个犯罪性经历的小孩 被公安机关这个应该讲这个查处了以后 因为他们的年龄问题 就不能这个处理 而一半抢劫性 也要争得家长的同意 然后就送到这个学校来 肖江十四岁 新生班学生 一年前 因为屡次参与飞车抢夺 被当地警方送到了学校 因为我们班的运动比较多一点了 经常出汤 然后剃脚头发 不是那么粘 洗澡的时候又更快干 又更凉快一点 现在这种天气 是不是自己要求的 是 肖江说自己三岁时父母离婚 他跟父亲生活 后来父亲因伤人多次判刑 现在还在服刑期 而且我爸他招然不伤不伤的朋友 三个房间 他一个房间 我一个房间 还有我爸的朋友一个房间 然后后面我爸的朋友有一个跟我住 然后他就是有一点 唯一大的确定就是会吸毒 然后就是他问我可以要吸一口 我讲给我这眼就可以不要那个涂皮了 肖江说 11岁时他开始闯荡社会 后来为了寻求刺激 开始参与飞车抢夺 最初抢了一个 6S 还有一个项链 然后还有他的一万两千三千多块钱 到了这所学校后 肖江不仅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而且更让他开心的是 在这里他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有人关心我们更多一点 在外面也是希望爸爸能多陪伴我们一家 只是爸爸他自己不知道而已 爸爸也是经常找我聊天 只是他自己晚上也是不回来 小的时候就是好希望爸爸回家 心里疏导 办军事化管理 与教官同吃同住 学校的一切让这些孩子的心理 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那这两年变化好大 基本上每个礼拜 每个星期的心态都不一样 有的时候会变好 有的时候会变坏一点 但是基本上这是往好的方面发展的 应该 让自己也满了16岁了 要对着自己 不要去犯错误 然后不要让父母操心 很多孩子原来都是父母放弃的 他说我觉得这个孩子我都不想要了 但是看到他们的改变的时候 他们满脸的泪水感激学校 感觉到孩子又回到他的边上 所以我们每每每看到这样的一幕的时候 我们感觉到我们有存在的价值 但学校也面临着很多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些学生在初三毕业后 因为学习成绩差很难考入普通高中 且由于家庭条件普遍较差 他们也很少会选择接受职业教育 当16、7岁的他们再次步入社会后 因缺乏生存技能 很可能再次走上弯路 但在授予计划项目介入后 这一局面将得到很大的改善 我们的记者发现这些孩子都非常的聪明 有了学校的帮助又有了授予计划的资助 希望这些孩子的人生之路 以后不要再出现任何的偏差 好继续下一条新闻 在我一些贫困的地区 由于医疗水平有限 很多疾病的发现与治疗都面临着很大的难题 近日四川移动开展了一项 专门针对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救助行动 利用互联网平台 为贫困的患儿送去了希望 今年8岁的海玉珍来自四川省梁山州 延远县绵亚乡 7岁内年 海玉珍被诊断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高昂的治疗费用成了海玉珍一家人的心病 2015年 父亲罗歪拉在自己的手机上看到 四川移动和中国移动乐乐一平台 可以为自己提供帮助 中国移动乐乐一平台于2015年10月上线运营 2016年 四川移动联合乐乐一平台开展了 孤贫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救助行动 在四川省内的任何一家移动营业厅内都可以提交救助申请 在四川移动和乐乐一平台的帮助下 海玉珍来到了华西复产儿童医院 并于2016年9月顺利进行了手术 术后复查的包括心电图 包括心脏超生的结果 发过来 我看了我和他的家长也取得了沟通 我们看到他的恢复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手术进行后 中国移动乐乐一平台会定期把海玉珍接到当地的医院进行复查 复查的结果也可以直接通过乐乐一平台发送给华西医院的医生 通过这种方式 海玉珍不用离开家也能得到权威的康复指导 好来看今天的热线故事 14年前湖南小姑娘小燕遭遇了一场车祸 幸运的是车祸并不严重 但是就在车祸发生的当晚 小燕的妈妈从外地赶回家专门来看望她 却被小燕的爸爸亲手杀害 那车祸和密案之间有着必然的关联吗 我们在观察 也在思考 当我们穿透事件的表象 就会发现 在社会的点点滴滴中 在生活的分分秒秒里 有一种立场始终值得坚守 有一种精神永远在我们身边 一场匆匆到来的婚姻背后 到底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一场兵不严重的车祸 为什么竟然导致了一起杀人啊 潜逃多年 他是怎样将自己伪装成另一个人 湖南刘阳致命婚姻 《热线十二》即将播出 2016年10月31日 周一 江某在喝完了每天早晨必喝的三四两白酒后 排脚去了离他打工的工地最近的排出所 也想过自杀 也想过自杀 为什么想过自杀 反正自己还不像是一样吧 跟警察说了之后 反正就是心里好像就是舒坦一点 2016年10月31日中午 湖南省刘阳市公安局 接到了来自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的电话 说有一个你们刘阳级的人来投案自首 他说他在零四二年的时候 将自己的妻子杀死了 这么多年我们就一直在找他 说这个人投案自首了 哎呀心里好高兴的 确实了 当了这么多年所长也发了 大大小小案子发了很多 就是这个案子一致 就是跟我自己说 就是好像欠了一笔章在这里 哎呀终于是 就是能够惩罚了 接到上海警方的电话后 刘阳市公安局刑警队的民警 火速赶往上海 他神文正创的相片 和我们16年 就是当时去上海接到的时候 看他本人完全是两个样子 你根本就认不出来 他这十多年来 基本上大部分人和重庆人在一起 所以他在上海打工 然后但是他又说的是一口重庆话 刚刚40岁出头的江某 面容却显得有些苍老 因为13年前的那个秘密 像一座大身一样 压在他的身上 这种行李发什么都 基本上就没跟人家说过 反正人家大概 别人说要提起 反正就是说怎么不回家 什么的 反正就是说 就是一句话没挣到钱 2003年8月23日之前的江某 是湖南省刘阳市金刚镇上 一个以卖包子为生的普通农民 那天中午他的女儿小燕 被一辆摩托车撞了 就在那小店里面 我们家对面那个小店里面玩吧 就玩他 他就是说那个小孩子 他就过马路 人家的槌子其实有点开 他就撞上来 孩子受伤后 江某着急想联系上自己的妻子李某 但是他根本没有李某的联系方式 也不知道他现在人在何方 什么手机号码 电话号码 什么都没有 都不知道 索性孩子伤的并不重 在医院进行了简单处理后 就回了家 而江某的妻子李某 直到当天晚上11点钟的时候 才回到家中 就在2003年8月24日的凌晨 也就是李某回家几个小时后 江某杀死了妻子李某 之后他把李某的尸体 扔到了距离几百米外的一个 废弃的蓄水沟中 死也都没有 自己绝对把他的尸体处理掉 在家里面带着就没走 第二天下午 因为他妈上午过来找人 就没找到 我就骗了 晚上他就走了 2003年8月24日下午 江某悄悄离开了家 离开之前 他见到的最后一个家人 就是他的女儿 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 反正他 他那时候他也 就是五六岁也不懂事 反正就是 给人想给他去买东西 自己就走了 那时候给他 好像给他撕开 想给他 几天后 湖南省流阳市公安局 金刚派出所 接到村民的报警 就一个农民在这做事的时候 发现有个车位 他就趴去看一下 露出来一个脚 我们去 这个人脚 而不是动物的什么东西 把那个茶草 处理了之后 就发现是一个尸体在地面 那个尸体上 就用一个床单 全部裹着 但是脚露出来了 法医经过检验 死者是女性 窒息死亡 经过多天走访 警方的目光 聚焦在江某身上 当时就到了一家的人家屋里 到了人家屋里 就去走访 打推客门 发现家里面没什么人 卧室里面的床上 一个棉续 在那个床上 就是本来要铺床单的地方 没有床单 我们就觉得这里很可疑 然后我们就问这家人 这家人我们就知道他是姓姜 一问人哪里去了 都说没看见人 一问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 姜某的妻子也不见了 现在家里面就 剩下他五岁的女儿 是这个情况 通过走访 警方得知 姜某和李某的夫妻关系很差 妻子李某一年到头很少回家 而自从8月23日晚回家后 就不见了踪影 既没有回到原来打工的工厂上班 也没有回娘家 8月24日下午 姜某也离家出走 从此不知所终 这个案子就基本上说 除了没有赵大安 那么就是已经 真相还是应该大部分明了 因为姜某的二哥在广东打工 警方判断 姜某很有可能去投奔他 于是警方迅速赶到了广东 姜某二哥打工的地方 没想到姜某的二哥 竟然从单位辞职走人了 而这更加深了警方 对姜某的怀疑 但是姜某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消失得无影无踪 直到2011年 在得知警方这些年 常常会去村里和姜某家中蹲守 从未放弃寻找姜某的努力之后 姜某的二哥到公安机关自首了 在03年姜某杀害他妻子之后 他就离开了家里 然后到过他二哥的住的地方 打工的地方 然后将他去杀害他妻子 姜某的那个情况 跟他二哥说了 当时他二哥听了之后 也非常生气 并没有生气归生气 可能是归于兄弟之间的感情 他并没有选择报案 在第二天姜某走的时候 他弟弟姜某走的时候 他还给了一些钱给他弟弟 然后他弟弟就走了 之后他们之间也没有联系了 因为他当时他二哥也为了 公安机关也在找他 找他的话 他也非常害怕 所以也多钱 姜某到底在何方 是死是活 这个谜直到2016年 10月31日 姜某自首 大家才知道答案 一定要想到有没有 就是看了有个车子 上去车子把我拉到 哪个市里面我都进不去 有个上海的人 他就跟我说 要我到上海那边去 去找工作 我听到他那么说 我就是说 后来姜某凭借一张捡来的身份证 找到了一份在建筑工地做小工的工作 从此后他再也没有见过 联系过自己的亲人 过了整整13年 压抑而孤独的生活 江某逃走后 他的女儿小燕的生活和命运 也完全改变了 小燕一直认为 是因为自己 才造成了家庭的不幸 如果是我 那个小时候 太调皮了 然后去 这里跑那里 在路上跑 爸爸一个人也 看不住 他也要做事 但是妈妈又没在身边 我就觉得 好该自己 被车上了 才出了这样的事情 小燕今年18岁 在她的记忆中 已经完全没有了妈妈的影子 听别人说 妈妈说 生效我就没在这三天 然后就一直在外面 偶尔在外面有病了 就回来了 爸爸就跟她去治 治了 然后她又走了 而对爸爸小燕 还有一些模糊的印象 以前我爸爸卖包子 我非常喜欢送她包子 就是把里面的那些东西吃了 然后外面的就不要了 我爸爸经常说 浪费啊 那些因为小说也不懂事 在江某离开家后 小燕跟随大伯一家生活 江某可能没有想到 当年她掐死妻子 并逃之夭夭的行为 会给女儿的生活 蒙上什么样的阴影 没有几个真正跟你做朋友 就是 私心朋友那些都没有 别人 父母都一般都不想让 他们跟我在一起玩 以前 别人家里都丢了什么东西 都说是我妈了 然后就朋友 也不和我在一起玩 为什么她会认为是你呢 因为我们有父母 然后去她家玩了 掉了什么东西 她就快在于我身上 因为我没有父母在身边帮我 一般别人 在她家玩的 有父母的 她都不会说 养母就会 怕别人说 我是偷了东西回来了 换成钱 然后起房子 那些 她就会骂我 她把我的船都翻了 她都没有 结果还是查出来了 是谁了 然后别人就 也没说其他 这些事情了 小燕觉得自己 像一棵长在 背影地方的小草 没有阳光 没有依靠 无论是 他们对我怎么样 我也不说 有些人在自己心里面 直接自己心 自己知道就可以了 一般我都不说 13岁那年 读初二的小燕辍学了 14岁时 她瞒着长辈 和一个同学 一起去长沙打鼓 我自己想出去 上班 自己挣钱 就是卖衣服 然后卖衣服的话 认识了一个男孩子 非常相信她 我是希望跟 有好多朋友 像别人 有朋友 在一起聚一下 但是我们的话 也没有 开始她叫我 去那种地方上班 她的意思也就是说 要我帮她挣钱 然后我就说 我不会帮你挣钱 我也不会去 那种地方 我就跟她这样说 然后她也是 以前也拿过刀 对我 对我前面 她说 要你不去 我就杀了你 那样 然后我就自己 跑出来了 出来了 我就再也没去了 我就觉得 好害怕的感觉 从长沙回来后 一个亲属 介绍小燕 进了一家工业园上班 两年后 她认识了一个男朋友 这个男孩 比她大八岁 交往一段时间后 小燕就住到了 男孩家中 刚满十七岁 小燕就做了母亲 车祸发生之后 小燕失去了母亲 因而在小燕的成长记忆里 一直以为是自己出了车祸 才造成了家庭的不幸 可是小燕又怎么会知道 她的身世 才是隐藏在这个家庭里 最大的秘密 江某出生于1973年 是湖南省流阳市金刚镇江泉村人 流阳是全国文明的花炮志向 从事和花炮有关的工作 是许多流阳人的选择 而江某却很少外出打工 她主要在家以务农为生 不是什么不愿意去打工 就到外面去打工 跟人家去打工的话 就是那个打了工的钱 也不好拿 活有苦 因为贫穷 江某一直没有娶上媳妇 1998年 有人将年仅20岁的李某 介绍给了江某 不想怎么去见 觉得自己 也没钱 也没什么 年龄也大 就是人家说 就是说看看吧 见一下吧 我当时想 应该就是 就看看应该就是 就是不可能吧 江某说 他没有想到 李某竟然同意和他交往 一个来月后 两人就正式订了亲 订亲的当晚 两人就住到了一起 江某说 就在那天晚上 他终于明白了 李某为什么 愿意嫁给他 这方面应该就是 已经白色孩子了 但是我们见面的时候 没看出来 那也是 见这个冬天一样 一不穿的多 后来我们通房的时候 就看出来了 他就怀了几个月了 大概有四五个月吧 他说在外面 找了一个男朋友吧 就是他们分手了吧 他妈跟我说 叫我们分开的话 他就是 那个财礼钱 那个什么 他当时也没 就是说也没说 那个退 他就是说 那个以后慢慢的退吧 江某说 定亲时 他付给了女方 两千元的财礼钱 而这两千元 是他全部的积蓄 还有向亲戚朋友 借来的钱 1999年3月 小燕出生了 孩子出生后 江某和李某 领取了结婚证 说是这父亲 那个也可以说是高兴吧 反正就是 也有些尴尬吧 那你信了 生了别的孩子 他有愧疚 应该没有愧疚 你怎么感觉 他没有愧疚 尽管女儿并非亲生 但是生活贫困的江某 毕竟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家 可他向往的老婆孩子 热炕头的生活 并没有实现 反正就生了孩子之后 大概这个都是半年时间吧 他说他出去打工 头两年就是说 也就是像正式和夫妻一样 他出去打打工就 就飞来看看小孩 后面就一直都不怎么回家 你家人家孩子吗 嗯 那个死者李某 常年不在家 是吧 然后他基本上一年 回来个一两次 那时候江某除了种地外 早晨还做点包子 当早点卖 但收入很低 李某每次回家时 会给孩子买衣服 还会给他一些钱 他一肥了的话 反正就是说 这两个没有感情基础的年轻人 也曾闹过离婚 但始终没有离城 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 一直维持到2003年 8月24日的凌晨 李某得知孩子出了车祸 而回了家 那天晚上他回来 就是在家里面带小孩带不好 反正就是 我就是说 反正我带不好 你在家里面带 他就跟我提到他要回去 回年间 要跟我离婚 带小孩回家去 跟他说好话 看着孩子面上那个人 要不可以不离婚 在家里面好好过生活 我小孩不变大 他一直就是没有送口 没送口的 但是我也听到 一些气氛上来 坐在他身上 就掐着他一拨 后面是什么都没写写了 得到那里面一片空白眼 好 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 本栏目的特约评论员 黄丽玲 黄丽玲你好 超长好 那现在呢 最新的情况是案件已经移送到湖南省的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而且呢 小燕最终谅解了自己的父亲江某 那这是否会对江某最终的量刑产生影响呢 没错 像江某这个应该涉嫌故意杀人罪 那么在他的情节当中有自首情节 而且取得小燕作为被害人家属的谅解 对于他的量刑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他将可能被处以从轻或者减轻进行处罚 对 那你怎么看待这个案件呢 这是一起典型的因为家庭矛盾引发的刑事案件 根据我们司法实践的统计的话 经济欠发达地区 尤其是农村地区贫困地区的话 因为家庭矛盾引发的刑事案件逐年呢 在成一个上涨的趋势 而且呢 这一类案件中 90%以上都是因杀人或者是故意伤害而引发的这样的案件 那么我们究其原因呢 其实这里面有他的法律式淡泊 以及社会基础组织的话 对于社会矛盾的疏解的这个功能呢 越来越薄弱有关 因为这样的一些案件呢 多半都是因为赡养问题 经济问题 感情问题引发的 那么这些矛盾在长期积累之后呢 没有一个合理合法的疏解渠道 而且有可能会引发成一个 酿成行善间谅的一个激化矛盾 所以呢 我们一方面呢 应当是加强不法宣传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基础组织应该积极做好 我们的社会疏解功能 好感谢黄丽玲 那那场命案啊 看似是江某一时冲动所造成的 但实际上却是夫妻多年矛盾的爆发 相比流浪逃亡 13年的亲情的缺失 孩子多年的自责与愧疚 才是这场悲剧最大的代价 感谢各位收看 下期节目 再会 二十余起盗窃案接连发生 手机三十余部电脑十余台 无人目睹嫌患踪迹 整个城镇人心惶惶 阴影太大了 追寻幕后黑手 警方竟有意外收获 桌面上有发现海洛因 吸食后的一些痕迹啊 浙江平阳 读引少年盗窃落网记 用现实耳迷迷播出